老欢迎每日一达回答一下臭宝们的养完问题 第一个臭宝就来了这 老欢迎因为这段是黏土 我给它洗根换土了 你看图片 你这是换了个寂寞吗 你从黏土又换到泥土里面 这有啥区别呢 而且据我所看是晒焦了 宝贝 是晒不焦了 你洗根换土 你多翻翻我之前的视频 因为我拍了也不只是一个 因为一言半语的咱也说不清 多翻翻之前的视频 这个反正目测就是晒死的 干嘛似的 下个臭宝老欢迎您好啊 帮忙看看这月季是咋的了 叶片枯萎了 有的枝条变黄过落了 这个是缺过水 缺过一次水才会这个样子啊 这个没事问题不大 下个臭宝说 月季咋的了感觉快死了 水大缺光通风沙 现在叶子白白的黄黄的 不是那么绿 是叫黄化病 就像人的贫血 营养不良这些个我的宝贝 你想月季没有光照就放弃吧 就分手吧 就别想了 下个臭宝说 老欢迎你帮我看看月季 咋捅了月季窝了 黑斑吗 在那了 这不挺好的吗 这个上回不跟你说了吗 就一个俩 没二日 你剪了就行 这通风还挺好 光照还挺好 如果说 养护的时候 有一两个叶片 都要没事 用点那个杀菌药之类的 罐罐根 每个月左右的来一回 就稍微预防一下子啊 别的没啥 老欢迎 刚买的风车 茉莉状态还好 一半的开始 噗啪啦 掉叶子 在那那里 现在就是水大 有点欧根 我的宝贝 它的耐汗能力是有的 耐汗能力是有的 现在就浇的水太多了 好吧 旁边那个也是个 夹株桃科的 下一个臭宝说 第一个 有点浆苗 它肯定有点浆苗 你修剪一下 枝条整那么长 肯定不行啊 你给它画个圈吧 就这样 你不修剪 那枝条那么长 那肯定拔不过去 营养供不过去呀 修剪了就行啊 然后 他说第二个感觉凌乱 什么时候剪 怎么剪 大概多久开花 你先养好了再说 还开花呢 修剪一下再说啊 别的没啥 正常养护就行 好了 今天养护机就到这了 好的话 喜欢养月酒 再说一下 关于月酒花 一定要有一个 良好的光照和通风环境 虽然说月季相对来说洗干 但是汗过头了以后 刚才跟花友一样 夜间和夜边 出现那种焦褐色的 别的都没啥 如果说没有光照 就别养月酒了 你吃了花一 眼花最长一 学不做 你点个赞 且让我离视频来言 那么下一天见 不见不散白了